好 我们来看下2.3的练习 2的负x字方等于16 16本身是2的4字方 所以负x等于4 x就会是负4 你可以说把负1移过去除呢 或者你说两边都乘以负1 还是还是这样的 反正几个方法 反正做到最后就会是x等负4 0.01呢 它本身就是10% 1百是10的平方 那因为它1%放在分5的关系 它就会是得到10的负2x字方 OK 所以这个有点跳步的比较多了 那1000就是10的三字方 负2x等于3 x就会是等于负2分之3 很好正确 虽然字体不是很好啦 Anyway对就可以了 那81呢 是3的四字方 那这边就可以得到x等于4 这个相当直接 8换成2的三字方 128呢 是2的七字方 这个你要稍微的去算一下 不过我有跟大家讲 2的十字方以内的 你们都要记起来 当然记不起来 你可以图一下 就是122 224 428 826 16232 32 乘2等于64 64乘2等于128 就大概是七字方 再来就是256 再乘2就是512 再来就是1024 这个是2的十字方 OK 所以这个是2的七字方 3x等于7 x就会是等于3分之7 OK 那3的2x减1次方 看到1 我们就直接要联想到 它就是3的0次方来的 2x减1等于0 x2x等于1 x就会是等于2分之7 非常好 2的x加3次方 看到4换成2的平方 224我们就会得到4x 那x移过去减 就会得到3x 3x等于3 x就会是等于1 OK 9是3的平方 27是3的3次方 记得要把2乘进去 得到2x减6 3也乘进去 得到3x加3 2x移过来减得到x 3移过去减3 负6减3得到负9 最后你的x就会是等于负9了 第七题 very good 第9的x次方 可以换成3的平方 所以就会得到3的2x次方 再乘上这个x3的x减1次方 81换成3的4次方 左边呢我们就可以把指数相加 2x加x等于3x 所以得到3x减1 3x减1等于4 1移过去加就会等于3x等于5 x就会等于3分之5 第8题答案3分之5 正确 alright 4换成2的平方 8换成2的3次方 再把它乘起来的时候呢 就加起来 所以是得到3加x加2 而这边呢 2乘进去的话呢 就会得到2x加2 我略显这边应该要放一个跨幅比较好一点 OK 当然你写的时候 如果你写在右上角应该是不用跨幅了 然后我们就会有3加2等于5 2x加2等于5加x x移过去2x减x等于x 2移过去5减2等于3 所以x就会等于3 也是正确的 很好 我终于找到有一个人错了 OK 好 这边的4跟2可以跃掉吗 记得当它的这个2有指数有东西的话 你不要乱乱碰它 OK 它的2的指数 它有指数有一些数字在那边 千万不要把它跃掉 要怎样做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换成同底 4本身是2的平方 那它其实就可以写成这样子来看 把4放在分母 整个放在分子 你这样子看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你这个这样子做会错了 因为我们没有说把那个2跃掉的 对不对 我们是把指数除法指数相减 2x加3减去2得到2x加1 右边16换成2的四次方 4乘进去得到4x下4x减8 右边是做对的 只可是你左边错了的话呢 就连带下去就错了完 正确来讲应该就是这个2x加1等于你这个4x减8 然后移过去 4x减2x等于2x 8移过来1加8等于9 所以x应该是2分之9 所以第一步做错呢 下面全部都就错完了 OK那再来看一下这一题 9的x次方 除以3的x减1次方 等于27的2减x次方 晚宁是把它换成除法 再把它9换成3的平方 27换成3的3次方 那你就会得到2x减去x减1 然后呢3 3乘2等于6 3乘1 负x等于负3x 而这边这个要注意 负要乘去后面 就会得到2x减x 加1 得到x下1 x下1等于6减3x 3x移过来 3x移过来会变 正4x 如果是4x就已经是加了1了 这个要小心了 应该是3 下一步才是4 所以应该是5除以4 非常粗心 这个应该是粗心了 第11题的答案是4分之5 这边出错了 OK最后第三 OK 计算 睡早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27其实是3的3x四方 主要这一边 你就要想到说 它是同样的指数 这个有一招 就是同样的指数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抽出来 对不对 3的x四方 3的x四方 我们可以抽出来 我们之前都一直的把它撑进去 没有把它试过抽出来 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倒转的一个做法 是可以接受的 3乘2等于6 3乘2等于6 那我们就会有3x就必须要等于1 底数一样的 那这一题就会是得到x等于三分析 第12题当然是三分析 第13题 你看到减 你看到0 你就要记得说把这个减的移过去对面 注意 因为它加法 没有办法把它合起来的 加法除非说 你有什么抽空因素的做法 这样扣面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形 我们移过去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说 它其实就是两个东西相成 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是可以把它combine在一起 9是可以换成3的平方 9换成3的平方 这个根号3就会可以换成3的2分之1之方 最后你就会得到说这一边 底数一样指数相加 2加2分之1等于2分之5 2移过去就会得到4 这一个都对 224嘛 你跑去5加1吗 5乘1 5乘1是等于5 所以分子没有变 但是你分母又没有乘起来 你是做了 感觉像你做了加法 分母一样写一次 然后分子相加 OK 记得是乘法 我不晓得有你们 为什么会突然间自己错乱去了 2乘2等于4 5乘1等于5 所以这题答案是4分之5 OK 所以不要忘记出 就是之前的东西了 虽然这题有点 写到不是很整齐 主要要看到有减法 有0 我们第一步其实是移过去的 然后他把25换成5的平方 他先把它换成5的平方 过后再移过去 他再把2乘进去 得到12减4x 才把它移过去对面 底数一样指数相同 x平方就会是等于 这个12减4x 再移回来就会得到x平方 加4x减12 那这个可以做交叉成 因此分解 6乘2等于12 振6负2就会是等于振4了 所以就会得到x加6x减2 x就会是等于负6 或者是等于2 OK 所以他也把那个指示写下来 怎样得到的 应该不需要了 那个指示可以的话 出三的阶段应该要可以 直接看 这个心算的就可以做到了 Anyway 如果你要做也没有问题 这个出新的 第一个步骤把25换成5的平方 没有错 但是你忘记把2乘进来了 这边应该是2减4x 还有人忘记了 125是5的三次方 没错 不过你把你的x给吞掉了 好 所以应该是x加1 加2减4x等于3x 那x减4x等于-3x 移过来加3x 3x加3x等于6x 1加2等于3 3除以6越减 或者你先越减3 再把2移过来 你就会得到1分之1 好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x等于1分之1 最后题了 你不用怕 448你就照写嘛 不用管它 OK 这题我来做了 不过很好的一点 就是你看到说 老师讲说减1换成2的分之1 减2就换成除以2的平方 这个你都看到 你都有注意到了 只是说你看到448 你不能怎样处理就停了 正确 继续做下去不了 所以448你可能讲 老师什么东西来的 感觉不到要怎样做 不用管它 我们先坐左边 左边我们知道要怎样做的 对吧 2的x方抽出来 我们就有2分之1加4分之1加8分之1 我们进行通分把它加起来嘛 448照写而已 我们左边通分加起来 就会等于8分之4 乘4乘4 8分之2乘2乘2 8分之1 对吧 等于448 这个还是一样照抄 这个4加2加1等于7来的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448为什么你看不懂 因为它其实有7的成分在 你们先把7移过去 2的x方我先这样子来看 8拉过去变乘法 所以它应该是448 乘以8 再除以7 8你不用乘进去 你先除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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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2 42就剩28 7 428 然后呢 你不要乘起来 你64是8的平方 2的6次方 对不对 2的6次方 8换成2的3次方 那基本上是2的9次方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X就会是109 所以注意的是我们的这个右边的数字有时候 它不是你所认识的 不懂要怎样猜 主要因为左边其实你还没有进行通分 然后呢你会发现到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因素你是要阅掉它 你一阅掉了你就看到很熟悉的那个面孔出现了 R64 64是2的6次方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提出用 或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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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 也有连到 对 嗯 就